方文山很有名的作词 尤其帮周杰伦 而且他的中国风作词 就是填词非常有名 知名度很高 船上度很高 很多人都喜欢 他的歌词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 很多事情叫见仁见智 不同人看同样的事情 观点不好 观点会不一样 有人看一个女的 有人说 这个超级美女 有人说 长得不错 有人说 没怎么样 有人说 我觉得不好看 哪一个对的 都对 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同样是小学生 中学生 高中生 大学生 研究所 硕士 社会人士 看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方文山的中国风歌词 我认为 问题很多 当然 很多事情 批评是会有 但是我们就是 把自己的感想讲出来 当然 可以同意 你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 可以认同 有人觉得 你讲的有道理 有人就能胡说八道 也可以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那想法 要有一些理论 要有一些东西 论点来支持 那方文山呢 1969年出了 这维基版歌上面的 这都不是我写的 台湾歌曲 填词 就作词嘛 就写字嘛 作家 导演 编剧 就是才能很多啊 唱片公司的合伙人 最大多重的身份 出版经营者 开出版社 曾经获得第13节 金曲奖 第19节金曲奖 最佳座辞人奖 所以她的定位算满高的啊 名利双手吧 就各方也得到奖 然后喜欢她的歌迷啊 观众啊等等 喜欢她的很多啊 功臣名就 中国风嘛 方文春恩生于花莲县 花莲出生 但不是花莲人 祖籍啊 爸爸那边是江西 所以就台湾人讲的外全人 跟我一样外全人 我是南京嘛 当然都生在台湾嘛 也就台湾人嘛 五岁的时候 随父母前去桃源县 祖籍是江西 生在花莲 后来又前到桃源县 这个正常嘛 正常嘛 又是客家人 台湾有客家人 中国大陆当中有客家人 毕业于桃源 私立成功告级 工商职业学校 电子课 所以学历不算高 但是做此做起无所谓了 你就算 就算是小学毕业吧 你有才华嘛 一样做得好嘛 你就算拿到博士学位 就是中卫士 可是你没有那个才华 也做不出来嘛 所以 呃 这样像本无所谓 南庄自强 所以 有没有作曲 作词的能力啊 跟 学历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啊 当然平均来讲啊 平均来讲 学历高一点啊 总是知道多一点嘛 平均来讲会好一点嘛 平均来讲 如果是小学毕业 国中毕业 高中程度 平均来讲会差一点嘛 我们讲平均嘛 但很多很多个个人就不一样 各个人就不一样嘛 至于对音乐创作的喜爱 你看 他自制了一本歌词大权 并向唱片公司推荐 表示很有心啊 第一个他有才华 第二个他有兴趣啊 第三个他很坚持啊 成为他成功的一个关键啊 最后获得台湾主持人 吴宗献的赏识啊 签约成为阿尔法唱片的作词 现前家族成语啊 就开始出道啊 或者可以说碰到贵人啊 提拔一下 然后接下来 就经过市场的考验 成功啊 又碰到周杰伦等等啊 就发了 迷地创收 由于早期啊 跟周杰伦一起合作啊 并建立深厚的交情 两个好朋友 方文山啊 也然成为周杰伦专用的作词人 以周杰伦共同制作出 许多受到观众欢迎的作品啊 因为市场嘛 市场就喜欢嘛 大家愿意 大家愿意听嘛 甚至花钱嘛 花钱买的话 就是百分之百肯定的嘛 方文山的作品 特色啊 有强烈的画面啊 意向逮叠 意思就是 看他的词啊 看他的字啊 偶偶就有 中伯峰嘛 很多又是古代的嘛 就想到侠客啊 美女啊 小桥流水啊 妙啊 江湖啊 就有画面感啊 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啊 二哥 恍如啊 看电影一般啊 就使得他不同一般作词啊 这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 例如 爱在西元前啊 做了祭司啊 神殿啊 真传啊 弓箭啊 大家想到 哦 就毛海中浮现啊 祭司神殿这些画面啊 是谁的从前啊 喜欢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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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多种意向啊 给了一般听众啊 对画面的想象空间啊 这是他特殊的地方 观众啊 常认为方文山的词 词句啊 题材风格多变 常常融入各国古今不同的风情啊 表示他可能喜欢阅读 喜欢吸收知识 脑筋很灵活啊 有想象力啊 有创造力啊 这当然得到成功因素啊 富有画面感的华丽词照啊 他的词照确实华丽啊 两岸的国文考试啊 不断选用周杰伦的歌啊 方文山的词啊 当考题啊 所以你看连考试啊 老师都肯定嘛 老师如果不肯定 就不会当考题嘛 还曾经引发 他是不是已经进入啊 现代诗的这个 的范围啊 这段讨论啊 当然可以吧 你觉得是现代诗 你觉得好诗就好诗嘛 近年来多 昨梦与中国风歌词的方文山呢 也掀起了 以宣传类似 古诗词的词 要如现代歌词的风潮 他确实可以带领风潮啊 这没问题啊 其中和周杰伦的共同作品中 像《法如雪》 中国当然讲《法如雪》 这奇怪嘛 合体嘛叫《合滴》 头发嘛叫《头发》 这些 千里之外啊 《清华词》 《蓝亭序》 这些代表作啊 所以 尤其年轻人很喜欢 当然也不是说 这个年轻人哪 就很多的喜欢 以年轻人为主啊 另外在他作品中啊 常运用转品啊 什么叫转品 我也搞不清楚 你形容词当动词用啊 这没关系啊 你可以创造嘛 这个 这个没问题啊 文学嘛 文字啊 都可以转换 都可以创造啊 只要人家接受 看得懂啊 就可以啊 这到底没关系啊 很多诗人啊 文学家啊 文好啊 这些东西都 都会大量使用 这倒没关系啊 譬如在七里香中啊 那饱满了盗税啊 信佛这个季节 即法入学啊 你法入学啊 其美的离别等等啊 方文山啊 自认啊 爱写诗 圣语歌啊 喜欢写诗啊 没关系嘛 有兴趣嘛 就写嘛 要符合诗的一个规范啊 亚运啊 评质啊 义以进啊 这东西啊 并成受邀国立台湾文学馆 去办的真实文活动 以及一贯的特色啊 创作新式啊 有脑海里的行动艺术 描写台南古都啊 描露的拱形红砖啊 下面上巴洛克的建筑啊 这些所有移动过的脚步 古老的啊 什么很清楚等等的 方文山也偶然有文字啊 比较朴实啊 就是迟早 没有那么华丽的啊 其以尊治啊 也富有文学想象的作品啊 这看起来都面问题啊 当维奇百科写的也蛮平实的啊 基本上也是肯定啊 那为什么标题说 方文山的中国风啊 歌词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前面讲见仁见智啊 以我的概念啊 以我的观念啊 以我的想法来讲 他的歌词问题太大了 但是我有时候说过了 很多见仁见智嘛 前面说同一个女孩子 有人说好漂亮啊 有人说普通啊 有人说还好啊 有人说不咋地 都对吧 但是你们讲 比如说 讲的不咋地 哦 他好像看起来不错啊 可是眼睛小了一点啊 嘴巴大了一点 或等等啊 就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边也顺便会提到啊 就是做词嘛 不管做诗啊 做词啊 做词啊 歌词词嘛 那不是诵词那个词啊 它要有一些标准啊 不管你的词找什么华丽啊 它要有一些标准啊 所以我拿了几个对照 对照组啊 就大概啊 他的四五首吧 歌词啊 有名的 中国风的 让他对照一下啊 经典的 啊 经典的 呃 歌词 我们来对照一下啊 所以 先看琴华词啊 所以他的歌词啊 迟早非常华丽啊 呃 我们就不要念啊 我就假设大家可能啊 都听过他的歌啊 歌词也蛮熟了啊 也就不在念 不花时间 意义也不大啊 那就开始讲说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 先讲一个概念啊 我们不管说他的词早 有多华丽 华丽当时好事情嘛 比写一般的啊 当然歌词有人觉得 通俗 通俗 易懂比较重要 那当然是没错啊 可是你说 我用很多 用一些典故啊 不是常用的 字或词也没有关系嘛 你文字功利好啊 你对文字的了解 很多典故啊 你了解 甚至用古文套句 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接受市场反应啊 可是呢 要有一些歌词啊 要有一些基本原则 那我认为方文奢 他没有这些原则啊 那什么原因 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就是说 歌词嘛 都是一个句 一个句 一句嘛 有长句 有短句嘛 然后 每个句子 有多少个字嘛 或词嘛 这样组成嘛 我们就说一句一句好啊 不要讲一个字 一个字 或一个词 我们就讲一句一句啦 不管是斗点连接 或句点连接 第一个重用性啊 它要连接嘛 要连接嘛 第一句跟第二句 第二句跟第三句 以此类推啊 它要连接嘛 康文山这方面 出了非常大的严重 问题 非常严重 我们就讲说 像我这个视频啊 有些人就是 你觉得我话太唠叨 你就不要看 你就觉得我话太唠叨 你就不要看 你去看那个很惊险的 你去看别的 不要吐槽 你喜欢看你就看 你觉得我话 有道理啊 懂者西吃 可是有所本 有所道理 你就看啊 你觉得话太唠叨 不要看 比如说我们讲话 说 我中午吃过了 然后我就吃牛肉面 然后牛肉面很好吃 这样子 就很顺 就很顺 你要讲说 我中午吃过面啊 你的髮 髮型很好看啊 那家 那个店生意不错啊 下午 昨天下雨 妈 人家说你前不饶村 后不饶店啊 你到底要讲什么吗 方文杉就这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大家 可能很多不觉得呢 因为 我们用白话文讲 大家说 你一下讲头发啊 好怕 一下讲吃牛肉啊 一下讲的要生意很好 一下说 美国贸易问题啊 大家一听就懂 可是你用文言文啊 或者半文言文啊 或者用这些 字跟字下去 一半可能都看不懂啊 有些年轻人啊 碰到半文言活 我永远看不懂 看不懂 就是个障言法 他就 我次都看不太懂啊 我根本没有批评能力 我第一个 我看不懂 所以现在一般很多人 就说我看不懂就好啊 但是 我看不懂 他可能好可能不好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不太懂啊 我就 我看不懂就好啊 所以他这个词啊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根本没有判断能力 所以 我们对很多事情啊 你要了解 有那个知识 你才能够判断是好是坏 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 只是去了解他 你肯定就不同判断了 我们看 树胚啊 当然嘛 你做那个啊 黏土啊 做出池啊 陶啊 我们就想做池吧 原先嘛 泥土嘛 黏黏的嘛 树胚嘛 用画笔嘛 勾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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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用单色 彩色啊 勾勒出青花啊 青花池嘛 青花池嘛 青花池有名嘛 瓷器嘛 但青花嘛 像明朝啊 青花 青花池很有名 整个是白色的 但是青花啊 用青色 也不是都是花啊 用青色啊 用花的图案很多 青花池嘛 有名嘛 所以 你看不同的瓷器的材质啊 颜色啊 还有他的笔调啊 都可以看出啊 当然有些有概念啊 什么等等 就可以看出哪一朝的啊 甚至哪一朝的 哪一个地方 还有分啊 是给皇帝用的啊 给这个皇家用的啊 还是给贵族用的啊 还是给一百老百姓用的啊 还是有瑕疵品啊 还是高级品啊 这些都很专业了啊 不管 不管那么多了 用树培啊 勾勒出青花啊 这个没问题嘛 咳咳咳 然后 笔蜂 浓转淡 那淡转浓可不可以啊 浓转淡啊 当然这个也看得懂啊 这没有什么意思嘛 你说 树培勾勒出青花 很好 这个没有问题 很好 你去提一个 笔蜂浓转淡 有什么意义 看不出来 所以好的词啊 不要废话 不要像我废话那么多啊 但是 你要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越明确啊 然后代表什么意义啊 这就是 我们所以说很多人就是 文字的堆砌 或者我们讲 为负心词 强说仇啊 就是说 用了一大堆字 可是意思人家搞不太懂啊 勾勒出青花 OK啊 那笔蜂浓反蛋也懂啊 本来很浓啊 墨水很多啊 后来或者 橡皮比较重啊 比较粗啊 那龙转蛋什么意思啊 那蛋转龙可不可以 倒也可以啊 那龙转蛋什么意思 那 像我看头就昏了 高度是青花我看得懂啊 可是你不用 底蜂龙转蛋 或者 都是龙 都是蛋 蛋转龙 那这边是龙转蛋 什么意思啊 看不出来啊 当然 可以想象出啊 这边需要带一点 可是 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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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 描绘的牡丹 这个 这个 树胚嘛 可以做瓶子嘛 瓷器嘛 可以做碗嘛 做瓶子 都没问题啊 描绘出牡丹 你要画牡丹 要画 都可以嘛 好像你的初妆 好像你刚开始化妆的样子 这个也说得痛 这个也没问题啊 燃燃檀香 跑一个檀香出来干嘛 那你说旁边 我在烧菜也可以啊 我这边青花池啊 再勾勒出青花 然后笔锋笼短蛋 什么都看不懂 然后那个瓶身描绘的牡丹 这个我挺看得懂 就像你女朋友啊 太太什么 或者姐姐妹妹也没关系啊 画出来 这位看得懂 燃燃檀香 旁边烧了一个点燃檀香 檀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也没问题啊 旁边点个檀香 但是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啊 我旁边烧菜 旁边的剪头吧 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 好的歌词啊 它有一个紧密的连接性 就像 我今天总吃了牛肉面 牛肉很嫩 很烂 牛肉很浓很咸 都可以嘛 我吃了牛肉面 那你剪头发啦 也可以啊 我看到 我说我吃牛肉面 然后突然看了头发 再剪了 可以啊 可是人家说 你怎么东扯西扯啊 要有个关联性啊 要怎么搞一个燃燃檀香 那这样可以写的多了吧 就是它没有一个紧密的连接性 然后透过窗 那就可能隔壁啊 隔壁要再燃起檀香嘛 檀香有香 然后心事我了解 谁的心事啊 你的心事啊 我的心事啊 谁的心事啊 我了解 就是 一直都了解 可是 怎么一下子来这个 一下来那个 那这无限上钢啊 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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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一些图画 但是 那是 什么 一下来这个 一下来那个 哇 那这无限上钢啊 宣指 宣指 上来一些图画 但是 素胚嘛 你在做瓷器 那你就画在瓷器上面 那怎么又搞到宣指 宣指是在纸上啊 你做瓷器是瓷器啊 那怎么又搞到宣指 那两个就不一样啊 我怎么又跑到宣指上 肘笔啊 肘笔就在上面 写字 画画可以啊 那怎么又搞到宣指上来了 啊 词嘛 实际上做画 OK啊 在宣指上 写书法 画画也可以啊 这两个什么关系啊 有人说是 我在做青花词 然后 我同时也在宣笔上 写字 做画 这不会吧 一心不能二用啊 这会跑到宣指上 然后 至此隔一半 那什么就隔一半啊 而是 宣指上隔一半 还是 青花词隔一半 那是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一半人不懂啊 一直都不了解啊 哦 素胚 勾勒 青花 笔封 龙转蛋 无限的羡慕 可是他没办法去了解 怎么一下子跑这个出来 又跑那个出来 文字的堆砌 都可以具体化 都可以找到形象 可是没有连接性啊 怎么做青花词 怎么又跑到宣指过来啊 怎么又跑 弹箱出来啊 怎么然后心事了然 谁的心事啊 我怎么了解 还是不了解 右色轩染啊 就上右嘛 有时候上颜色啊 啊 轩染出啊 右色轩染啊 右色怎么叫轩染 右色就上色嘛 右色上色怎么叫轩染 你说 他都写在纸上面啊 纸上有时候啊 墨比较浓 水分多 会会会 会阴一下 右色怎么会轩染 还是夸大 我又不懂意思了 我知道轩染了 可是到底什么意思 我看不懂啊 我的证文程度 不算差的啊 古书 我大致上看得懂 我都看不懂啊 轩染是女图 那前面是 画个牡丹 可以啊 你画狮子也可以 画老虎也可以啊 前面说画牡丹 那这边怎么又画一个美女啊 画一个侍女嘛 我们假设的美女 那到底画牡丹 画侍女啊 一般人管那么多干嘛 不行啊 好的词 就是要一致性连贯嘛 你想你一下画牡丹 一下画侍女 会不会是 又有牡丹又有侍女 也搞不清楚啊 搞不清楚 就你说了算 然后 侍女图 韵味被撕藏 侍女很有韵味 这我了解 那什么叫吃藏呢 那你是 青蛙池 自己做好以后 自己藏起来 自己看 不卖 还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叫吃藏 我都看不懂 而你奕然的一笑 那你这边做青蛙池嘛 又搞一个宣誌 然后又是你 你是谁啊 你是有人在旁边看吗 还是我想象你 怎么跑一个你 你是谁又搞不懂 我说 岩然这道美文字 这个形容词嘛 岩然 有韩包带放 我看得懂啊 可是怎么跑一个你出来 那你说 而我妈 岩然的一笑 我爸 我姐姐 也可以啊 那这逻辑性在哪里 观音上 我看不懂啊 你的美 是不是前面青蛙池 又跑到一个檀香 又跑一个宣誌 那又跑一个你出来 你到底要写青蛙池 还是要写檀香 还是要写宣誌 还是要写巿女图 还是要写 还是要写 还是要写牡丹 我把头好乱啊 你的美一里飘散 我们说美可以啊 你文字形容都可以啊 没问题啊 可是我们说一般青蛙啊 哪有说你的美 像烟一样飘散 这是可以创作啊 可以创造啊 可以夸张啊 可以想都可以 可是要有逻辑性嘛 我跟你说 这种大楼像纸一样跑 有创意啊 那怎么会像一个大楼像纸一样跑 这个汽车好好吃啊 我有创意啊 汽车跟好吃有什么关系 你都美 你说一阵青烟 一里飘散 或者一里头发 美 怎么用一里飘散 你不能创作过头了 什么叫去到我去不了地方 你的美 什么会 什么美叫一里飘散 叫头发 头发 头发 或者烟雾 我看得懂啊 古今中话 看了很多 古文啊 现代文啊 形容女人美啊 我没看过啊 没看过 形容说美是一里飘散啊 就过头了 然后到底是你的美 还是一里飘散 什么叫去到我去不了地方 这到底什么地方 天堂啊地狱 都讲得很不清楚啊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第二段 脑筋好乱 天青色啊 天青色颜色嘛 天青色青的还可以 天青色等言语 天上的青色怎么会等言语呢 你说等这边的动词嘛 等待 天青色它怎么会等言语啊 有雾气缭绕嘛 这没问题啊 天青色也懂 天青色也懂 天青色这怎么会等言语啊 我就看不懂啊 我在等你 怎么又跑啊 前面 就是前面在讲 跟明清花池啊 前面讲了一大堆 我在什么 树配勾勒树 那怎么又有什么天青色等言语啊 你到底连贯性在哪里 我都看不懂啊 而我在等你 你谁啊 那天青色怎么会等言语啊 你说 公车在等航空母家 那我也跟你说 公车等航空母家 而比尔盖茨在等林志玲啊 而我有创意啊 你说 那怎么个等法 什么情况 我问你不要管那么多 我有创意 没有逻辑性啊 意思 完全不懂啊 跟生活经验法则完全不相同啊 就算天青色在点言语 天青色在等言语 那我也在等你 啊 我就像天青色 你就像烟一只傻麻东西啊 吹烟 鸟鸟鸟生起啊 这可以吗 这看得懂 剑隔 隔江千万里 一阵吹烟鸟鸟生起 什么叫隔江千万里 这什么江啊 然后千万里怎么那么远啊 这到底 吹烟鸟鸟鸟生起 那怎么会变成隔江千万里 我看不懂啊 在坪底啊 坪的底部 书 汉 汉历啊 历书嘛 有历书嘛 这书就写嘛 在坪底写那个汉朝的历书啊 这看得懂啊 模仿前朝 什么叫前朝啊 前朝到哪朝 唐仲元明星啊 也不写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前朝怎么叫飘逸啊 那我豪放啊 飘逸啊 怎么个飘逸啊 都完全不懂啊 就是文字的堆砌嘛 就当我为你 这跟这个 在坪底啊 写这个汉历 可以啊 那怎么这么模仿前朝的飘逸 什么叫飘逸啊 哪一个前朝啊 然后这个跟 就当我为你 遇见你伏笔 这是又什么是伏笔啊 伏笔当然知道意思啊 这是我看不懂啊 清清色等言语 而我在等你啊 这个一重复啊 月色被打捞起 你说月色就是 啊 月色可以反映在水里面湖水啊 这看了 这知道了 你怎么会打捞 印在水里面 印在江里面湖里面 甚至海里面都可以 那怎么打捞啊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运开 这结局 什么叫结局 怎么会跑过结局 是哪什么结局啊 结局怎么会运开啊 就迟早的堆积嘛 有传世啊 就是时间流传的 清华词 自顾自美丽 这跟清华词有什么关系啊 美丽怎么叫自顾字啊 就文字堆积嘛 又扯了一个 这些东西 跟永远待消遇 又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 帮文山的词啊 你把 每一句还把他颠倒 比如说 就当我遇见你福利 而你夜人的一笑 有寒冒袋放 天色 清等烟语 月色被打 没有关系的 好的词 你不能颠倒的啊 我昨天做事考考试 被老师抓住了 所以惩罚我 我被退学了 那你不能说 我被退学了 我考作弊 你不能颠倒嘛 可是帮文山词 你看随便颠倒啊 我们不说字啊 我们说一句一句啊 你颠倒没关系啊 而你营养的一笑 海毛太发 去当我遇见你伏笔 月色被打捞起 你眼带笑意 吹烟鸟声 没有关系的啊 他的歌词有这个毛病啊 你随便跟他颠倒没有关系 因为他本身 就没有什么关联性啊 那这是什么 所以 我说这一集 我是在批评 可是我要讲一个道理出来 但是 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的歌词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讲个原则 第一个 你看不看得懂 第一个 聊不了解他的意思 第三个 你对作词的一些基本要素 聊不了解 我就不说 作词 不管你文字 是不是 很优美 你要有连贯性啊 要有连贯性啊 你不能堆砌啊 不管字 詞 句 整组啊 你不能堆砌啊 你不能随便调换啊 方文生的歌词 可以随便调换 因为他 他本身就没有 邏輯性嘛 没有鲜或秩序嘛 然后 色白花青 什么叫色白花青啊 古丁宗万 你们到似乎全书 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文字 色白花青啊 还是 古若寡文啊 没看过啊 景理到你 要然于碗底 这个 碗底画一个景理啊 彩色的你啊 好想活的 好想画跟真亮 怎么看得懂啊 什么意思 色白花青啊 看不懂 这怎么又跟灵无 圣体有什么关系啊 一下七八十一下 美女一下 月色啊 什么运气啊 挺着等你啊 一下又画个景理 然后又搞个灵无 你到底在讲啥啦东西啊 你的主体在讲什么 又灵无 圣体可以啊 灵无圣体啊 灵无堂体啊 灵无汉朝律书都可以啊 那你这边跑一个灵无圣体 又在干嘛 那落款就在后面要签名嘛 我落款就违爽到你 怎么又跑到你出来了 你到底要讲颜色 还讲锦女 还讲琴花词 还是讲玄纸 还是讲画作 还讲美女 还讲灵无圣体 还讲我思念你 大杂毁啊 你隐藏在高摇里 摇梢里千年人 什么叫千年人秘密啊 你怎么会隐藏 又在讲到你一下 一下又静女仪 一下又临摹 然后又你隐藏 你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啊 极度细腻 到底什么东西极度细腻啊 是 极理极度细腻啊 还是临摹重体细腻啊 还是你隐藏千年秘密细腻啊 那细腻怎么会 像锈花针 像细腻啊 又落地 锈花针很细腻 可以很细啊 而落地 又跟落地有什么关系啊 啊 后面就不讲了 不想讲 懒得讲 这都是这样子啊 都这样子啊 所以就是 我说很多事情啊 就是说文化水平啊 层次的关系啊 我相信你真的拿到中文系教授啊 我们不要说哪个小学生 国中程度 高中程度 或者一半啊 中文程度不咋的 你给他看 哦好啊好啊 这里面啊 中国风啊 什么这个很多啊 迟早很优美啊 好得不得了啊 因为我写不出来 好啊 很多人喜欢了 但是你去拿个中文系的教授 或者知识分子 真的对中文了解 你把这个词啊 甚至你就不要说方文山啦 周杰的歌 你就拿给他 你去看看那个中文系教授 或者知识分子 或者真的文字工作者 你给他看看 他看一遍啊 如果他随便看看啊 就算了 如果他真的看 我相信他反应跟我会差不多啊 没有逻辑性嘛 没有前后秩序的关系嘛 而且到底指什么搞不清楚嘛 一下这里一下A一下B一下D 而且你把词曲随便点倒 都没有关系啊 有人要做词吗 那我们来对照啊 夜上海 他翻颜巧啊 做词啊 我们作曲不管了 至于谁是翻颜巧 我们待会再看啊 夜 这老哥嘛 有没有 夜上海啊 就是上海啊 晚上的时候 过夜生活嘛 夜生活上海 你是个不夜生活 这个没问题啊 啊 华灯初上嘛 晚上要点灯嘛 然后测试也想啊 有客人来了 跳舞 各位生平 也没问题啊 然后看到这个舞女啊 还是说哪个女人啊 笑脸相隐啊 舞女啊 心里很苦闷 这也连接得上嘛 夜生活啊 大家都是为了十一住行啊 不得已啊 只要当舞女也可以啊 酒 就算你喝醉酒不醉啊 可是你碰到舞女啊 跳舞啊 你也看到美女会醉啊 然后胡天胡地啊 在那边跳舞啊 喝酒唱歌啊 会捏黑地的啊 出头的青春啊 浪费时间可是 有美女嘛 有酒嘛 一月啊 然后跳一跳 天色啊 开始啊 为民啊 歌舞升平啊 天色啊 开始啊 蒙蒙啊 小色嘛 天快亮了 搞到可能 搞到四点五点啊 天要亮了 借也都跳舞很累啊 借也 借也 借也行送 大家回去了啊 心灵随着啊 转动车轮等等 然后 换一换新天地啊 别有一个新环境 回回街 就说 这也不必全部讲完嘛 也不需要 太大没事 就说 范英明桥 人家做的词 至少是 第一个 你说她的歌 她的词啊 没有 方文山华丽 我同意 没问题 没有同意 可第一个我看得懂啊 第二个连接得上啊 而且你不能随便颠倒 你说 酒不醉人 人至醉 然后夜上海 然后 然后什么 大家归去 夜生活 你颠倒就不行了 可 范文山的词可以颠倒了 没有差啊 因为她本来就没有连续性了 那我们看 范英桥 做词 所以这些夜上海歌词 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 当然曲也好听嘛 词跟曲嘛 两个一家一大约嘛 所以这种高手 他不会 不一定 你说范英桥 他没看过古书吗 他不会钓书袋吗 他不会用一些很难的字词啊 他当然会啊 不需要嘛 我就是给大家看得懂嘛 我再讲个意境嘛 范英桥谁啊 范英桥啊 智慧勺等等等等 等等 又别名都不管了 他是中国作家 因为金石而喜欢 白眼圈作品啊 有他有小说 有剧本 有诗等等 1894啊 当时清朝末年的人 他是当时 他真的叫文人啊 文人啊 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就是说 我喜欢我可以作曲 我可以作词啊 我可以作词啊 我就写歌写词叫创作人 刚好做得还不错 蛮腾顺啊 网路上他觉得很好听啊 唱片工作人员出来 就红了 你什么学历不重要 你对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力高不高不重要 反正就是有出唱片啊 大家觉得还不错啊 就可以了 以前不一样 以前你要有文字功力啊 所以范英乔 他绝对 他是晚清书的人 他古书怎么会没看过 可是你看人家写的 没有在吊书带 没有写什么 灵魔颂体啊 色白花青啊 什么平底书汉历啊 前朝的飘逸啊 什么燃燃台乡啊 比风轮转蛋啊 人家不搞这个东西啊 他的 他古文的造诣啊 他文字功力绝对比 我敢保证 绝对比方文山好很多 好多时候 不敢讲 好很多 所以我们讲说 一瓶水啊 满的 有功力 他不晃 半瓶水嘛 这只有一半嘛 功力 就不是那么讲的 晃很凶 空的什么都没有 也不会晃嘛 半瓶水 半瓶水 半瓶水很会晃 人家是满的 满的 他反而不教书带 我教书带什么意思啊 我在考虎啊 我就是要表达我的感情啊 我的感情 夜上海嘛 不夜神嘛 华登起嘛 夜上海 都大白话嘛 他因为想写不出古文嘛 他不知道很多古字啊 古字 他知道啊 面部很多 人家不要卖怒嘛 也不要堆砌嘛 也不要堆砌嘛 就很顺嘛 讲一个现象嘛 我们再看 这个 红尘客栈 客栈 客栈就客栈嘛 商旅嘛 商店 红尘就红尘嘛 硬要论个红尘客栈 他意思也懂啊 坠入红尘 红尘客栈 天涯的尽头是封杀 我们天涯嘛 天涯嘛 天涯海角嘛 很远的地方嘛 天涯的尽头怎么会封杀啊 无论天涯的尽头啊 是城门啊 是皇宫啊 是沙神暴啊 是河流啊 都可以嘛 那你说天涯的尽头是封杀 那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是封杀 为什么不是别的啊 当然也可以是封杀嘛 那你指的什么意思 我不了解 红尘啊 对如红尘啊 就江湖啊 就是一般城市家 一般老百姓啊 一般民众生活地方叫红尘嘛 红尘有故事也听得懂嘛 这个有很多故事嘛 每个都有故事 他的故事在牵挂 他的故事为什么在牵挂 为什么不叫焦虑啊 为什么不叫怀疑啊 为什么不叫思考啊 为什么天涯的尽头会是封杀 为什么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他意思看得懂啊 可是你文学创造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讲的 第一个人家要认同 第二个要义有所理 第三个人家解释清楚 把你写一个就你看得懂 别人看不懂 那就没有意思了 当然有些诗人啊 或者说我就是要做得很隐晦 也有 但是少嘛 一般我这写出来 让你看得懂 有人说我写出来 就是让你看不懂 那就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卖画 我画画 我就让你看不懂 我写书 我就让你看不懂 我就让你猜 我让你猜不到 那不是搞死人嘛 所以这两句都意识到什么 以我的中文程度 我真的不能不了解 字面上意思当然懂啊 我也得做很多想象 可是就很累嘛 你到底在讲什么 看不懂 封刀银木啊 比如说退出江湖啊 封刀银木啊 退休啊 就是在寻常里面 这看得懂啊 人家动力一下啊 动力一下也看得懂啊 那怎么又跑一个咸云 野鹤古叉 你就跑到士林小明啊 跑到江西的乡下啊 跑到山东的乡村里面啊 去退休了 那这跟贤云野鹤古叉 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他的 方文山的词 上下之间 第一第二 第四第五第八第六 之间都没有什么关联系 就是前面讲A 第二句讲B 第三句讲C 前面讲东 后面讲C 你抓不住他 抓不住啊 这次去没有什么连续性啊 你把他顶倒过来 贤云野鹤古叉 无非是名利放不下 建筑交易越了 风道云 都没有关系啊 他的歌词有这个问题啊 不然你看 天涯什么东西啊 跟红车什么的 有什么关系啊 红车之后 风道云末 这有什么关系啊 风道云末之后 又跟贤云野鹤古叉 你退休到古叉吗 那你要讲啊 很少人嘛 一般就是我到士林小明 找个乡村 去住一下比较多嘛 我退休 我在古叉退休 一般也不会嘛 要快马 你要退休 怎么快马在江湖尽杀 是不是以前啊 人家说 往袭嘛 往袭快马 以前啊 我回忆以前也没有 就来说 这边都退休了 又跑快马在江湖尽杀 你跟不上 你不退休了嘛 怎么又来尽杀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退啊 无非是名利放不下 放不下名字也看得懂啊 心中有江湘的人 有江湘的人 岂能快于潇洒 有江湘的人 岂能快于潇洒 有江湘的人就不能快于潇洒 就他这岂能 就不能快于潇洒 那如果我说 心中有江湘的人 也可以快潇洒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有江湘的人 就不能快于潇洒 为什么 我也不懂啊 人家说很多豪杰啊 心中有江湘的人 他很快于潇洒 那为什么方文山料说 心中有江湘的人 就不能快于潇洒 我也不懂啊 然后怎么又跑一个 我只求越来共和 心中有江湘的人 岂能快于潇洒 OK 稍微了解 我怎么样 男的跟女的嘛 或女的跟哪 要共度终身嘛 这又有什么关系了 然后又跟这有什么关系 建筑教怎么又跑一个建筑教 你到底哪一区 跟哪一区的关联性在哪里 心中有江湘 怎么跑一个 我要跟你共和吧 共和吧 我又建筑教了 这有什么关系嘛 然后 我建筑教了 然后 我只求今朝有礼 我建筑教了 恩恩了 是杀了敌人吗 杀了仇人了 又报你 报你 你又退休了 又疯到一末了 又怎样 你到底在想什么 懒得说了 后面就不想讲了 这都是这样子嘛 后面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浪费太多时间了 都是这样子 你把他词 拳头打乱 你就是有放到输入电脑 输入电脑 这个是一二三四 你随便给他编号 然后让电脑打乱 还是一首词 还是一首歌词 还是一样 没关系 没差 他本身就 都没有 都没有逻辑 没有关联性嘛 远离人世间的 成效 怎么又跑到什么屋檐下啦 屋檐下 那又怎么又画画啦 然后又怎么又等一下探 探什么东西 又变缘分啦 缘分之后 像梨花般的又撒满直下 然后又散水花啦 那我们再看高山青 高山青 邓宇萍做什么 邓宇萍这都是有名的文人嘛 裂掉书代啊 就高山青嘛 现在金水就西水啦 西水蓝嘛 高山青青的嘛 树木嘛 金水蓝嘛 蓝色的西水嘛 阿丽山的姑娘啊 阿丽山很漂亮啊 阿丽山很壮啊 阿丽山很壮啊 美如水中文山 这个歌词多简单啊 你会不会说没学问 不会说没学问啊 如果说没学问 高山青几十年啊 有没有人说歌曲不好听 没有啊很少 有没有说作词很烂啊 没有学问啊 不像帮文山那么学问 没有啊 很通俗易懂啊 当然有人怀疑说 是不是原住民的歌啊 不是 汉人 汉人做的歌词跟曲 都是汉人 而当时它是一部电影啊 电影的时候有一页 原住民高山主故事 可是做词做的都是汉人啊 姑娘和少年啊 这居然没你嘛 青少年啊 姑娘和少年相爱嘛 永不疯嘛 这很简单嘛 避水长围着青山串嘛 避水围着青山去流动啊 都很简单嘛 有没有学问 也没什么学问啊 有没有钓鼠袋 没有啊 有没有华丽迟照 没有啊 都流传了 几十年了 简单 有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啊 什么柳极 飘植植植植啊 什么窗檐啊 用这个莲啊 眼下无言故意用这个颜啊 公笔话啦 潺潺不说话啦 如梨花泪满的纸上天下 那你可不可以说 邓宇平啊 他的文字功力啊 比帕路山差多了 可不可以这样讲啊 人家邓宇平啊 1925年出生啊 笔名什么什么的 他做持家 诗人啊 诗人啊 电影导演啊 画家啊 也是标准的文人啊 也知识分子啊 1925年他的古书看多了 他为什么不写古字啊 为什么不随便从 古书里面摘几个字啊 没有意义嘛 我不是来 我不是来考大家的啊 我也不是来炫耀我的 文字功力多好 我也不是炫耀 我的古书我看多少 我就不用嘛 他以为文化尔人嘛 1925年那个时代的人 谁没看过古书啊 用啊 郭山青 尖水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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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然会啊 没有意义啊 我就很顺啊 钱钱一懂啊 大家看得懂啊 我也不需要用一个高山青的词啊 来证明 我对中国古书多了解 我是中国风 不用啊 所以 高手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嘛 所以我说 整瓶水 他整个瓶子都水 他不晃啊 我就这么满了嘛 我出手就是这样子啊 我不需要训练啊 我不需要证明我自己啊 那满瓶水的 哦 我是高职毕业 我怕你们说我没水 我就掏很多词啊 然后钱一搭 没后一搭 表示啊 中国风我很好 他的问题在这里啊 那菊花台 也是这都很有名啊 你的内光 内光跟柔弱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你身体柔弱 我懂啊 内光有叫柔弱嘛 当然意思也可以猜得出来啊 内光嘛 就代表你很柔弱 可是有人这样在用的嘛 而且他的东西都是过头了嘛 我的身体很希腊 诶 我的身体很希腊 我的身体很维尼茨 我也可以啊 我的眼泪很太阳 我的眼泪很潜水挺 我也可以啊 我有创意啊 是不是啊 那个美女呢 是宇宙 我也可以这样讲啊 那小孩子是阿里山 那个女孩子是 喜马拉雅山 我也可以啊 那你看不懂是你的事啊 搞不好一旦崇拜 哎呦 我怎么没有创意 不是这样子搞的嘛 内光跟柔弱有什么关系啊 月弯弯懂啊 你说月弯弯是明亮的月弯弯 或者阴暗的月色什么都懂 怎么叫惨白啊 月弯弯是中性的嘛 怎么跟惨白什么 那为什么惨白也不懂啊 夜太漫长没问题啊 凝结成了霜 你说天气啊 夜里有点冷 结霜 这也懂啊 那又来了 这个月太漫长 人家成风 跟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 都是堆砌嘛 谁在阁楼上 冰冷的绝望 这有什么关系 我看不懂啊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 如果这个 你拿到什么国中高中啊 创作啊 当然你不要说 你是方文山奏九伦等等 拿去给老师啊 老师就把你画个插 你说 中国风啊 文字很华丽啊 老师你在写什么东西啊 当然你不要说 我是方文山写的 老师又 方文山又名 好好好 你就说你自己写了 老师如果刚好没看到 菊花太阁 你写什么东西啊 你管什么柔路啊 月弯怎么惨白啊 凝结成风可以啊 那怎么又跑一个谁在 那谁啊 到底谁啊 那在阁楼上 怎么会叫冰冷的绝望 绝望 就冰冷的 就千万没有人这样子 创作嘛 你清清潭 朱红色的窗 下雨 有一个窗子 我一生 跟你一生有什么关系啊 下雨 朱红色的窗 那怎么会跳到 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了 你的一生跟纸上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都是 当然都是它是一个幻想 一个衍生 一个创造 可是我们就说 不要像突然的爷嘛 你可以创造 你可以吊书带 你可以华丽 都可以 你要有逻辑性啊 要有关联性啊 要合理啊 要义有所指啊 要人家看得懂啊 所以方文山的问题在这里啊 菊花残 满地伤 是不是 这写得很漂亮嘛 菊花残看得懂嘛 花要落下来 伤了满地 这也是过头了嘛 你说掉满地 落满地 可以什么 满地落 大家听懂 满地伤 菊花怎么会伤嘛 但以致也懂啊 可是都是过头了嘛 大家会想说 你落满地 掉满地 垂满地 什么下满地 你怎么会 菊花这怎么会伤到地上 也是过头 那你的笑容 你泡黄是照片吗 是影片吗 太久远了 你笑容怎么会换房呢 花落人断肠 这个看得懂 那又跟我心事经浸躺 我的心事怎么会经浸躺 那花落人断肠 跟我心事有什么关系呢 夜未央就是没有到深夜了 可能晚上失恋 11点 还没有到深夜 北风乱 那北风怎么会乱 你说北风吹 你说北风吹乱了很多东西 一次也了解 可是他东西就是 人家看不懂 你想到底在乱什么东西 看不懂 然后北风乱 跟夜未压 夜没有到凌晨 又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北风乱 又跟你的影子减不断 又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说影子减不断 我在思念你妈 然后我就很孤单了 孤单又跟湖面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们再看看 后面都不讲了 懒得讲了 所以我说这一集啊 你不同意你就不要看 没有关系 你就胡说八道 你根本就不要看 你早就不要看了 你觉得有道理你就看 也不用吐槽 就是 如果你不同意就是我们两个想法不一样 我们不要说水平不一样 这样不好听 像不一样你也不用骂我 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嘛 那世界上不可能每个想法都一样 那你觉得说 哦哦原来有这回事 有什么样讲究到 你就看嘛 就很简单嘛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看孙怡嘛 他做词做得多了 也是很有名的文人嘛 那你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孙怡也是看过古书啊 文字功力很强啊 也没有堆弃啊 你问我爱你的都是 这有什么学问啊 我爱你有几分 这是小孩子鬼小的看得懂啊 有没有掉书袋 没有啊 我的情也简单啊 我的爱也简单啊 要代表我的心啊 我问你爱几分啊 我的情不疑我爱不疑 这个 我写得出来 那你去写啊 我们叫深入浅书嘛 你不要看简单就好写啊 简单要写得顺啊 要合逻辑啊 要很通顺嘛 你去写写看 搞不好你写的也是很简单 就没有那个味道啊 所以叫深入浅出嘛 所以有时候写很深的 不见得好 有时候写很浅 反而好就不得了 就像女孩子有时候化妆 化得浓嘛 也不一定好看嘛 有了淡妆嘛 不化妆也很好看嘛 不说化妆百分之百一定好看嘛 我的心不疑啊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呢 就我实际上 你看一点学问都没有 可是你要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词做得很烂嘛 有人这样讲吗 没有啊 当然你说好的词啊 歌曲很难听 那也不好嘛 你说歌曲好听不了 词很烂也不行嘛 当然表辑互相加分嘛 月亮代表我的心 当然曲很优美 那词也很顺嘛 可是它很简单 很顺 可是它有意境啊 所以在百听不厌嘛 所以你看看过二十年三十年 你看看是 川文山的歌词可以流传千古 还是这些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阿里山啊 夜上海啊 你在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看 到底哪一个可以流传 所以啊 是中华电视公司啊 节目部啊 退休的编审嘛 编审每天到来啊 要审嘛 审文字嘛 也是文字的工作者嘛 是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年代 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的作词家 这些地位都比方文山高太多了 他为上千首歌曲做填词啊 他非常有经验啊 最著名作品的月亮代表的心啊 还有金马甲 你看金马甲主机局找他作词啊 他不作曲啊 有人也作词有作曲 有人只作曲不作词 有人只作词不作曲啊 你看金马甲腾 金马甲主机局会找孙音去做 那表示肯定他嘛 所以你看他代表我心多有名的 有没有一个单字啊 一个单字都没有 顺不顺啊 很顺啊 意境有没有 当然有意境啊 能够流传那么久 到某宗说 百畅不厌啊 烂的曲 烂的词 你搞不好第一遍都不想唱嘛 唱两三遍也不想唱嘛 那这些歌都是流传很久啊 算是老歌啦 但老歌有时候唱一唱嘛 或者老人家 或者怎么样 偶尔唱唱 因为他有意境嘛 但没有人在调书代啊 所以 1928年 民国17年 他没看过古书吗 他做过上千首的歌词 而又退出后的编证 他不会古文嘛 他不会调书代 他当然会啊 没有啊 没有个单字啊 有意境啊 后面我就不讲了 都差不多啊 本朝纲目 如果华托在世 华托在世 跟崇洋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外邦来学汉字 那很好啊 外邦来学汉字 激发我民族意识 有什么关系啊 然后掉书代 要掉了麻群子 可以啊 我要写一大堆啊 还有莲子 我要 搞一个我要面子 讲那个中药 有莲子啊 骨头子可以啊 搞一大堆药 这可以吗 你写一百个中药才都可以吗 那又跑 我要面子 是什么东西啊 那用我的方式 改写不历史 好嘛 你要改写历史 去改写嘛 怎么就搞一个 没什么别的事 跟着我面子 那几个字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又跑一个中药才了 我抓一把中药 扶下一帖 那交货什么叫一帖啊 可以啊 天马行空啊 那如果每个都这样做词的话 我今天去杨明山啊 第二区啊 中美贸易战啊 不得了了 第三区啊 中国经济垮台了 第四区啊 台风亚来了 第五区啊 这个去年 台湾派上地震啊 第六区啊 我昨天看到 公司上看到个美眉 我也给她起啊 前不早出 后不早点 搞不好就说 哦 你这天马行空啊 很有创意啊 都很好啊 所以后面就不讲了 不想讲了 当然我对她是非常负面啊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我有这个层次 看得出来 也知道她不好在哪里 这就说 很多人你说不同意 你也不要吐槽嘛 那你觉得好就好嘛 那我只是说 我觉得不好 我这两个中 第一我觉得要这个词 问题很多 第二个 我把问题讲出来 当时我的观念 那你不同意是你的事啊 那你看小城故事啊 庄奴也是有名的 小城故事多啊 充满喜和乐啊 若是你到小城来啊 收获特别多 谁看不懂啊 看似一幅画 听下一首歌 人生季节真善美啊 这里包括 谈来谈说的 所有小城故事啊 跟亲朋一起 你看 没有个单字啊 没有个比较难的词啊 没有调书单 你看这些都道师啊 装弄谁啊 台湾话语流行歌曲 做词人 曾经考入中华信用学院 至少大专门毕业了 因为唯一方面 有才华 被调到文工团嘛 你有才华 才会调到文工团嘛 然后后来 随国军来台湾了 再报社 上百个是文字工作者 先下次再报上 报上写文章啊 写诗词啊 这是词啊 写诗 有位军歌 你看军队里面找到填词 那军队有将官吗 有上级长官啊 你要是胡说八道 人家不会让你填词啊 然后还获得第十八截 国军民意金战甲 这也是另家子嘛 内行人嘛 你看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的考算 比我爸还年纪大 他没看过古书吗 看过啊 迟早 华丽迟早 他会不懂吗 不会啊 你看做的 有没有一个单字啊 没有啊 很简单啊 他可以 他可以写一大堆 从那很多古书里面 钓一堆字啊 词啊 串起来啊 搞得大家谁也看不懂 他当作的能力啊 没有意义嘛 他不需要证明自己嘛 我就是有能力了 我干嘛证明自己 我做词就是给大家看得懂 有意境 牵线易懂 有意境 很容易 很容易流传 谁看得懂 我们叫白居一的诗嘛 老玉童子兼人上口嘛 然后 杨华语人本来想讲 就不想讲 都差不多嘛 都差不多 你看把他这个词啊 前后颠倒 把他乾坤大挪毅啊 人家标一二三四五六 要带电脑去充足啊 第一个 若你默认 生死苦等 然后容我再等 历史转生 我禁闻始终一个人 班博生 都没关系啊 一把词全部都颠倒 你看人家写的不会嘛 都有一个顺序嘛 他为什么这样的词 只有这个 第一个就是 钓书袋钓海雄 第二个就是 全部都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第三个 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也搞不懂 可是一大堆就 中国风 好 就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再比对一下 第五个 千里之后我们就不讲 已经一个小时了 不讲 一直都差不多了 也懒得讲 不想讲 讲到生气了 讲到得对人也不好 就讲的差不多 你看 无言都上西楼 当然是苏东坡嘛 是这个 以那个时代是白话文 但是现在人可能觉得有点像文言 这是白话文啊 所以真正的大文学家 他不会跟你钓书袋 他不需要证明自己 他也不用考你 也不用刁难你 而且他意思都很清楚 这是大咖 反而是中咖 小咖 我就故意钓一大堆书袋啊 然后我讲什么 这我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 他一大堆书袋 哦好啊好啊 无言都上西楼 你看 圣朝的苏东坡 现在写的 我国中真的看得懂吗 我一个人默默的上了西楼 天上了月啊 像弯弯马 月弯弯马 钩子啊 寂寞武童啊 这武童啊 这个当时可能心里比较寂寞 神愿所清修啊 这当然 这就是稍微有点意境啊 剪不断 理还乱 所以这个认为是好啊 剪不断 理还乱啊 当时要有点想象力啊 当然我这边也不去批评他 也不说好不好 因为 《独上西楼》太有名了嘛 当时是歌词 歌曲啊 名字叫《独上西楼》嘛 是 原来的词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是不是也叫《独上西楼》 忘记啊 那苏东坡没有人会否定他嘛 必有一番赐恶在心头啊 词也很 词很简单嘛 所以苏东坡就不用介绍了 人家圣朝应该写很多古文 也没有啊 他用当时的白话文啊 只是一个字的堆积啊 寂寞武童生人所清修啊 有点文学的味道啊 剪不断你还乱啊 但有个创造性啊 嗯 这些啊 就基本上现在 现代人还是看得懂啊 更不要说古代 不然苏东坡你要写很深难艰难 现代人完全看不得也可以啊 从老年写的到现在2023年 一般在国中程度也看得懂啊 就真正的大咖 他不会考你 也不会掉书代 他如果有时候他真的要写很难 他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做词嘛 做诗嘛 就表达嘛 或者像歌词嘛 歌词就是我表达我的一个想法 有一个意境 但是我写歌词就是希望传送下去嘛 传送下去 我要写它看得懂嘛 合理嘛 简单易懂 你看外国的英文的歌词都简单 很少在调 除了Don McGlynn 你要刷出几个一万 都写得很简单嘛 就我 我写歌词是要让你看得懂 我写歌词不是让你看不懂 我写歌词是让你高兴 让你能够跟我感同顺受 不是要搞死你啊 不是让 不是参与你游戏啊 那你拆了半天嘛 也是要逻辑性 不是说 重新排列组合都没差 那你在写什么东西啊 所以后面也不讲了 再讲了 再讲 心里也不舒服啊 千里之万嘛 都差不多嘛 都是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了嘛 我们最后看一个情人的眼泪啊 称蝶意啊 为什么对你掉眼泪 谁看不懂 你难道不明白 我是为了爱你嘛 谁看不懂 只有那友情人眼泪 最珍贵啊 一颗眼泪 人家没有掉书袋啊 没有华丽的迟早堆砌 没有啊 都清显易懂啊 但是也知道意思啊 也感人啊 为什么 这也当然 要不是有情人 我的情人跟我分开啊 如果不是你要跟我分开 我就不会掉眼泪啊 好村常在啊 春花正凯 这个风景啊 这个这么美啊 你怎么会跟我在间呢 那我多难过啊 我在深归啊 这可能女孩子在深归 男的没有在深归 所以男的要跟女的分啊 你说我在深归啊 望春秋雪我在等你啊 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入害啊 你怎么舍着啊 这谁都看得懂啊 陈叠一 陈叠一是谁啊 中国豹人 文化知识分子 作家 天词家 编曲家 在《報紫》当作编辑啊 也创办了一个叫《萬象》的杂志 而且担任首任主编啊 1987年獲得香港電視台《班牌》第十屆十大金曲家 又獲得香港的一個社會 中生辭職員 人家地位站在那邊跑不掉 曾經一審完 還會做了五千首的歌詞 這太厲害了 代表做《南平晚中》是有名的 《吉人眼淚》有名 我心裡沒有 都有名 《瘋狂吟飛》 《愛神的街》《秋風偶像》 《微斷情》都有名 跟以前的作曲家姚敏合作 《周旋》《金賞子》《姚立》《金賞子》《音賞子》《通賞子》《邓一軍》 《邓一軍》 《翻唱》 《蔡廷邓一行》 《張警衡》 都唱過嘛 這大咖 有沒有吊書袋 沒有 有沒有哪一個字你不認識的 沒有 小學生都認識 他為什麼不吊書袋 可以證明啊 我用一些很難的字啊 詞啊 你看不懂啊 然後我用一些意境啊 你永遠看不懂 你永遠要猜啊 沒有啊 這深入潛出啊 都很簡單啊 誰都看得懂啊 有沒有意境 有意境啊 而且越唱越有味道啊 所以這是個人看法啊 人有言論自由嘛 重要的是 你講了什麼看法 你要有有書本嘛 你要把 你可以說 像李瑤說 你是王八蛋 你怎麼罵人 我證明哦 因為某某人說你王八蛋啊 因為你曾經自己也說過自己王八蛋 所以我可以罵 就是李瑤厲害 他可以罵人 可是他為什麼罵人 我有證據啊 因為你罵過自己啊 因為別人罵過你啊 或你做什麼行為 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 就是你可以 說一個人好 但你要說 他為什麼好 你說一個人有問題 但是你要說出有問題啊 至於說 你講的理由有多充分 或者別人認不認同啊 是另外一回事 誰在一起 方文生說過風 或者有什麼問題 有好多問題 而且問題大了 就是我剛才講這個問題啊 你認同也好 這就是這樣子的